据环球网报道称 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吉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金采夫19日透露 有消息称 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尼古拉耶夫州自导自演拍摄一段 无名宅被俄军摧毁后的视频 40余名演员参与拍摄还拿到报酬 对于俄方这一说法暂未看到无方回应 根据可靠消息 在尼古拉耶夫 乌克兰安全部门组织制作了据称是俄罗斯武装部队 轰炸摧毁私人房屋 并导致当地居民无家可归的录像 40多名演员受过参与拍摄中 所有参与者都获得了25美元的现金酬劳 米金采夫说 他还表示 这段视频稍后可能会被西方和乌克兰媒体曝光 目的是指责俄罗斯武装部队 对平民目标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 我们再次提醒整个国际社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西方操作者的命令下 有乌克兰谎言工厂制造的假新闻 不包含可靠和客观的信息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对平民非常人道 不会袭击民用基础设施 米金采夫说 对于米金采夫上述之责 目前尚未看到乌克兰方面的回应